好,來 我是想說請你也去申請一個PEPPO的公民記者帳號 把所有有關於你看到的預標售的這樣的事件把它放上來 因為我發現我們現在在公民記者 在新聞上這個預標售的新聞並不多 沒有被凸顯出來 並不了解 對,所以我覺得有你們這個自己自立自救 而且幫忙其他人這樣的事情把它講出來 那當作一個平台 以後大家有什麼問題都可以跟你們求助 因為你們是受害很深的 而且我們第一次聽到預標售的,對不對 那像大埔的話不是預標售嘛 他並沒有預標售 但是他那個大埔事件 大家幾乎每個人做大埔事件都知道 但是預標售幾乎沒有人知道 我剛剛去那個媒體巨獸的一個公聽會 我跟那邊的記者說他們也不知道這個事情 那台大新聞系的他們教授也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你們有必要 我覺得在臉書是不夠的 我建議你們真的是要把自己放在新聞上面 臉書是一個社團社交社團 裡面什麼東西都有 但是我們要把自己放在新聞上面 所以我是請你慎重考慮這件事情 因為預標售的問題 其實我們這邊自救會上面所抗爭的事情 我們很容易被解讀為只是為了要爭取我們自己的利益 其實我們必須要很澄清的一件事情 第一個我們不是拒絕開發的 我們也不是拒絕政府來做有利於大家民眾的行為的 並不是這樣 我們並不是把所有自己的財產緊抓的不放 不願意配合政府 這問題是政府所做的方式是完全違法的 因為預標售的意思是指 他在還沒有完成公告或是去斷政策 或者是還沒有把整個土地做一個規劃的之前 他就已經把我們的土地所有的權賣給財團 然後回過頭來就是說 財團就有權力來決定到底要不要開發 那他變成說如果今天財團他來標 但是他標一標他覺得說他不需要了 他棄標而去 那我們的所有的比如說我們已經被產平了這些房屋 到後來就是一片狼藉在那裡 沒有辦法開發了 大家都可以兩手一攤 這是個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 而且這樣的方式一旦被複製了之後 一旦被成功了之後 他要複製到其他各個縣市 所以所有全台灣有不動產的人 都將會面臨到預標售的方式 比如說台北市許多的都更案 他一直沒辦法很順利的進行 可是如果我們那邊的預標售他成功了 那我們都更案也可以 台北市所有都更案也可以比照預標售 那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就變成說那個憲法所說的財產權 其實根本就是騙人的 根本沒有保障我們財產權 因為財產權的意思是 我們擁有我們自己財產的處置的權利 可是現在所有的權利 卻被政府說拿去說 我可以先幫你預標售 所以這樣的問題不是我們 單單我們這裡A7站的問題 而是它將會延燒到全台灣所有的土地徵收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是要 不是只是說為了我們自己 而是希望所有人都要注意到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你有房子住 你有不動產 那你就會是下一個預標售的對象 你剛剛講到說這個都更的問題 其實都更你去看那個永春湖 他們就是他們是不贊成的 但是那個警察就來了就強制執行了 所以並不是像你說的 他已經這樣做了 對 已經是這樣做了 所以非常的希望你馬上去申請一個賬號 然後想一個名稱幫所有的 有這種相關問題的人去收集資料 第一先把你們的事情講清楚 說明白把它放上去 然後第二就是呼籲全台灣有這種狀況的可以放上來 其實在7月16號的時候就很多人有類似的 但是是不是預標售我不知道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覺得你們如果打響這樣一個東西 很多被預標售的人都會來找你們 大家一起來做這樣的一個爭取跟呼籲 好嗎 好好好 那還沒有 是